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岁的胡大牛孤身流落到此 屠夫胡老汉见他可怜便将他收留了下来 大牛长大后 胡老汉便将自己的屠宰手艺悉心传授给了他 凭借着精湛的屠宰手艺 胡大牛很快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杀猪将 胡老汉死后 胡大牛便和母亲张氏相依为命 张氏双眼失明 行动多有不便 胡大牛既要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 又要干活赚钱 常常是忙得脚步沾地 杀猪将虽说辛苦 但也赚不了几个钱 母亲又时常生病 辛苦一年赚来的钱 十有八九都用在了给母亲看病买药上 以至于原本就并不富裕的家越来越穷 因为家穷 年近三十的胡大牛依旧是孤身一人 这一日午后 胡大牛前往十里外的张元外家杀猪 杀完猪结算了工钱之后 张元外还送给了他两只猪蹄 谢别张元外后 胡大牛便急匆匆地往家赶去 尽管天天杀猪 但胡大牛却很少吃肉 一般人哪会有张元外这般慷慨大方 不客扣工钱就算不错了 赚来的工钱都用来给母亲买药了 拿有钱再去买肉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荤了 回家将猪蹄给母亲炖上 想到又软又烂又香的炖猪蹄 胡大牛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于是脚下的步伐也轻快了许多 就在他急匆匆赶路的时候 前方路上突然跑过来一个女子 大牛躲闪不及 随即将女子撞倒在地 将女子扶起来后 大牛连忙问道 姑娘 你没事吧 你有什么急事 怎么这么慌慌张张的 女子喘着气说道 大哥 不瞒你说 我名叫秀云 就住在前方不远的村子里 自幼父母双亡 由叔叔婶神将我和弟弟抚养长大 我那弟弟从小就体弱多病 就在刚刚 他的病又犯了 我那叔叔婶神 早就想将我姐弟俩赶出家门 见弟弟病了不管不顾 无奈之下 我只好去碰碰运气 看郎中能不能上门救治一番 听了女子的遭遇 大牛不由地心生怜悯 尽管母亲也急需买药治病 但她还是把身上 仅有的几枚铜钱拿了出来 塞进了女子的手中 妹子 拿着这点钱 赶紧找郎中去吧 说完 大牛起身就走 见大牛这般举动 秀云当即就愣在当地 过了好半天 她才缓过神来 见大牛已经走远 秀云连忙朝着她的背影 重重地磕了几个头 随即赶紧起身走了 想必各位都有亲身体会 每当自己力所能及地 帮助了别人以后 心里面总会莫名其妙地 涌上一种难以名状的快乐感 尽管帮助人是需要以金钱 体力或者时间为代价的 但这种快乐感 很快就能把失去东西的那种感觉 驱散得无影无踪 这或许就是助人乃快乐之本的 真正体现吧 胡大牛现在就是这种心情 他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些金钱而痛苦 相反 他的心里还有丝丝暖意 因为耽搁了一些时辰 眼看已尽黄昏 大牛脚下的步伐不由的快乐不少 今天注定是一个多事的日子 就在大牛赶路的时候 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 不远处就是一个乱坟岗 听人们说 这里经常闹鬼 别看大牛长得五大三粗 胆子却特别小 路过这里时 大牛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乱坟岗里窜出个孤魂野鬼 正是怕什么来什么 就在他低头匆匆赶路的时候 猛不叮 路旁的草丛中突然窜出一个一尺来长的东西 冲着他手中的猪蹄扑了过去 大牛毫无防备 随即吓得叫出了声 被吓了一跳 拿着猪蹄的手不由地松了一下 那东西随即喵嗡一声将猪蹄叼在口中 大牛这下看清楚了 抢他猪蹄的竟然是一只白猫 将猪蹄叼在口中之后 白猫并没有走 而是站在那里冲着大牛看了起来 见白猫如此放肆 大牛不由地火油心生 随即大叫一声 把猪蹄给我留下 随即一跃而起冲着白猫追了过去 见大牛追来 白猫连忙跑进了草丛中 大牛哪肯甘心 随即继续追了起来 令大牛气愤的是 白猫就像是要冲心戏弄他似的 每当大牛追过来时 他就急速朝前窜去 可将大牛甩在身后老远时 他就会停下来朝着大牛看 似乎是故意在等着他 见白猫这般 大牛更加生气了 自始至终都没有让白猫 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七拐八拐之后 白猫在乱坟岗里的一个坟堆前 停了下来 随即从旁边的一个小洞 钻进了坟堆里 大牛走近一看 顿时傻眼了 这不正是白成远的坟地吗 白成远是何许人也 原来 这白成远是邻村人 白家在当地也曾经是大户人家 只是到了白成远的父亲这一带时 由于他不善经营便家道中落了 一年前 白成远娶了一位姓张的女子为妻 当时 大牛还被白成远请过去杀了好几头猪 白成远这人心眼挺好 结算工钱时还多给了些银钱 婚后仅仅半年 那白成远就因突发疾病不幸身亡 他死后大牛还帮着抬了棺材 要不然 他怎么能知道这坟墓里埋的是白成远呢 就在大牛看着坟堆发呆时 那只白猫又从小洞里钻了出来 朝着大牛喵屋叫了一声 听到猫叫 大牛这才缓过神来 可等他再追过去世 那白猫又钻进了洞中 爱又肥又大的一只猪蹄 竟然好活了那只白猫 大牛很是失望 可又无可奈何 再加上身处乱坟岗不免有些害怕 于是便幸幸地离开了乱坟岗 回到家后 大牛并没有把路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 匆匆吃了口饭之后 他便睡下了 这天夜里 大牛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 那只讨厌的白猫又出现了 奇怪的是 白猫将猪蹄叼进墓穴之中后 并没有将它吃掉 而是将它放在了棺材旁 随即窜上棺材张开嘴巴 朝着棺材盖狠狠地撕咬开来 似乎要把棺材盖咬穿 片刻过后 白猫的嘴巴上就鲜血淋淋 连两颗尖牙也被硬生生地掰断了 看到这恐怖的一幕 大牛瞬间就被吓得醒了过来 这只猫抢了猪蹄不说还要让我做噩梦 等我要是见到你 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你一番 大牛心中暗道 被噩梦吓醒后 大牛睡不着了 于是 他便索性坐了起来 大约一个多时辰以后 天亮了 大牛安顿好母亲之后便离开了家 今天早上有户人家 有人去世了 大牛要去帮着宰一头猪 差事很快就办完了 拿到酬金后 大牛便来到了镇子上 计划给母亲买点草药 就在他网药铺走的时候 怪事又发生了 那只白猫又出现了 这回 白猫并没有抢夺大牛手上的东西 而是就在大牛身后 不紧不慢地跟着 他快白猫也快 他慢白猫也慢 见白猫屡次戏弄自己 大牛顿时怒不可遏 随手捡起一块石子 就朝着白猫扔了过去 石子不偏不倚地 砸在白猫的脑袋上 本以为白猫能离他而去 令大牛大感疑惑的是 白猫竟然没有退却 反而跳到了他的肩膀上 任凭大牛如何驱赶 白猫就是不肯走 无奈之下 大牛只好不再去理会他 走了没几步 一个打扮得体的中年男子 冲着他迎面而来 就在两人要照面的时候 那只白猫突然从大牛的肩膀上 一跃而起 冲着男子的面门扑了过去 猝不及防之下 男子瞬间就被白猫撞倒在地 将男子撞倒在地后 白猫并没有善罢甘休 而是用利爪朝着男子的脸上抓了开来 片刻之后 男子的脸就被抓了个血肉模糊 见白猫这般举动 大牛顿时慌了 连忙上前就要将白猫从男子脸上拽开 可令大牛大感意外的是 别看白猫的身子瘦小 他的力道却大得惊人 费了半天劲 大牛才将白猫拽了下来 可这已经迟了 男子的脸上已经被抓得血肉模糊 那模样甚是吓人 大牛连忙俯下身子将那人扶了起来 这位大哥 这可如何是好 男子一把抓住大牛 不由分说就给了他两个耳光 臭小子 你也不看好你的猫 看他把我的脸上抓成啥了 大哥你误会了 这只猫不是我的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猫 刚才就一直跟着我 我敢也敢不走 什么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猫怎么会在你的肩膀上 你看 现在它还在你的背上 听了这话 大牛连忙转头看去 那只猫竟然还在自己背上趴着 看到这 大牛顿时哑口无言 说不出话来 大哥 我真是冤枉到家了 这样吧 我身上还有一些铜钱 就算是我给你赔不是了 说完 大牛极不情愿地将自己身上 仅有的那几枚铜钱拿了出来 男子一看 顿时恼羞成怒 随即杨手就将铜钱打落在地 恶狠狠地说道 小子 你以为打发叫花子呢 几个臭钱就想将我打发走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我告诉你 今天少了十两银子 你别想走 十两银子 我辛苦一年 还不知道能不能赚到十两银子呢 听了男子的话 大牛连忙对那人说起了好话 可男子根本不听 非要他拿出银子 见大牛拿不出银子 男子顿时恼羞成怒 随即拽着大牛来到了县衙 要求县太爷主持公道 来到县衙 县太爷当即就开堂神起了案子 只听那男子说道 知县老爷 小的名叫徐熙平 就住在城南槐树下 就在不久前 我正在路上好好的走着 突然间 这只白猫就冲到我脸上撕咬了一番 你看我这脸上到现在还血肉模糊呢 大老爷 你可得为我做主呀 听了徐熙平的话 县太爷便问大牛 被告 你又是何人 刚才原告说的可是事实 老爷 小的名叫胡大牛 以杀猪为生 刚才那徐老哥所言并非妄言 只不过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老爷明鉴 那伤了徐大哥的白猫并非为我所有 一听大牛这样说 徐熙平顿时急了 你胡说 不是你的白猫 为何会蹲在你的肩头 老爷 我看此人分明就是想抵赖 县官道 胡大牛 你如实说来 这只白猫到底是不是你家的 你要是胆敢有半句虚言 小心大行伺候 老爷 这只白猫真不是我的 说来也怪 昨天夜里 小的干完活回家 路过城南的那片乱粉岗时 那只白猫突然间窜了出来 将主家给我的一只猪蹄叼走了 追赶过去后才发现那只白猫 钻进了一个墓穴里 小的无奈只好回了家 今天早上 小的进城给母亲抓药 那只白猫又出现了 我怎么敢也敢不走它 等见到这位老兄时 白猫突然像疯了似的冲着它咬了过去 小的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 老爷 我说的句句事实 但凡要有半句虚言 任凭老爷发落 见大牛一副老实芭蕉的样子 县太爷对他的话不由地信了几分 只是那只猫为何要跟着它 白猫跟着胡大牛走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街上人来人往 为何白猫不咬他人 反而就对徐希平下手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白猫一般来说都和人生活在一起 即便是一些没人管的猫生活的地方 都离人们很近 我活了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 在坟地里生活的白猫呢 这又是为何 就在县太爷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大牛又开口了 老爷 我这里还有一事需要秉明 快快说来 老爷就在昨天夜里 小的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 那只白猫并没有将叼走的猪蹄吃掉 反而是摆在了一具棺材旁 更令人奇怪的是 白猫竟然跳到棺材上撕咬开来 那样子就像是要将棺材盖揭开似的 听大牛说完 县太爷不由地露出了几分疑惑 还有这等事情 胡大牛 我来问你 那只白猫进的是谁的目的 你可知晓 知道就是城南白家庄白城远的目的 听到白城远这三个字 一旁的徐熙平顿时脸色大变 尽管他极力掩饰 可还是被县太爷看在了眼里 胡大牛 我看你就是信口词谎 老爷 这胡大牛编造梦境来欺骗于你 实属胡搅蛮缠 老爷 你万万不可信哪 徐熙平连忙说道 听徐熙平这般说辞 县太爷越发觉得他心里有鬼 于是便说道 徐熙平 我如何断案还用不到你来说三到四 既然胡大牛说那只猫不是他的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倘若那只猫果真就在白城远的坟墓里 那徐熙平你只能自认倒霉了 如果白猫不在坟墓里 那胡大牛你可就要承担全部罪责了 如何 本以为那徐熙平会满口答应 没想到此时他却反口了 老爷 为了一只野猫何必兴施动众呢 算了吧我自认倒霉吧 钱我也不要了 见徐熙平打起了退堂鼓 县太爷更觉得他心里有鬼了 于是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见县太爷动了真怒 徐熙平就不敢再言语了 胡大牛 怎么样你敢不敢和我前去查看一番 县太爷厉声问道 这时胡大牛的那股倔劲上来了 敢怎么不敢 于是县太爷便带着一众人等来到了白城远的墓地 来到墓地仔细查看了一番之后 白城远的墓地旁果然有一个小洞口 不过并未发现那只白猫 没有见到白猫 胡大牛说谎的嫌疑就没有喜清 于是他便焦急地在洞口拿树枝往墓地里探了起来 似乎想要把那只白猫赶出来 就在这时 洞口中突然刮出来一阵邪风 令人奇怪的是 邪风似乎是专门冲着县太爷吹来的 竟然把县太爷的官帽给吹落在地 牙翼一看 连忙伸手就要将帽子捡起 可就在此时 又吹来一阵风将帽子吹到了远方 牙翼赶紧撒腿就追 就在他的手刚要抓住帽子的那一刻 一只野兔从草丛中窜到了帽子底下 随即戴着帽子四下乱窜了起来 眼前的一幕直接把在场的人看了个目瞪口呆 不久之后 牙翼将帽子捡了回来 就在县官将帽子要戴在头上的时候 那个牙翼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真是奇了怪了 兔子戴官帽 这是我还是头一次见 听了这话 县官不由地冲着他瞪了两眼 兔子戴官帽 兔子戴官帽 这不就是个冤字吗 莫非这白城远是有什么冤情 想到这里 县太爷不由地心头一震 片刻之后 县太爷便说道 胡大牛 你说的看似有几分真切 可毕竟没有见到白猫呀 若是想要找到白猫 只能掘开坟墓了 只是这样一来 事情可就闹大了 万一掘开坟墓找不到白猫 你的罪责可就大了 听县太爷这样说 胡大牛尚且没有任何反应 那徐希平却通得一声跪下了 老爷 我看还是算了吧 这人已经埋到土里了 再去打搅 恐怕不太好吧 哎 你这是什么话 案件不明不白 怎能了结 胡大牛 你倒是说话呀 从县太爷的眼色中 胡大牛读出了一丝 异于寻常的东西 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 他的脑海中 突然闪现出了昨天夜里 白猫啃食棺材盖的画面 联想到在白猫身上 发生的桩桩怪事 一向木讷的胡大牛 突然间醒悟了过来 这墓地里会不会有什么蹊跷 想到这里 胡大牛连忙说道 老爷 小的要求打开坟墓找到白猫 听了这话 县太爷当即吩咐牙役 将那白成远的家人传唤过来 就在牙役动身要走的时候 徐希平开口了 老爷 不用找了 那徐希平家中并无他人 只有一个妻子也改嫁了 徐希平 你为何对他家的情况如此熟悉 不瞒你说 他的妻子就是我现在的老婆 听了徐希平的话 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这 这也太巧了吧 老爷 徐希平死后 他的妻子张氏就嫁给了我 不过今天他恰好不在家 他去哪里了 回娘家去了 是这样呀 刘三 速速去张氏娘家 将张氏带到此地 县太爷对牙役吩咐道 一个多时辰以后 张氏被带到了白城远的墓地前 听说县太爷要打开坟墓找白猫 张氏当即就贪婉在的说什么也不肯 徐希平也在一旁朝县太爷求起情来 县太爷是什么人物 从张氏和徐希平的反常举动中 他早已看出了一些一同寻常的东西 当即就下令打开了白城远的坟墓 奇怪的是坟墓里并没有找到那只白猫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 一阵喵乌声从棺材里传了出来 县太爷一看 那棺材盖的右上角已经被什么东西啃掉了一块 露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口 猫的叫声就是从棺材里传出来的 为了彻底解开心中的谜团 县太爷随即让人打开了棺材盖 随着棺材盖的打开 一具尸体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此时那只白猫就乖乖地趴在尸体上 喵呜喵呜地叫着 看到这具尸体 县太爷不由地心头一震 于是便问张氏 张氏我来问你 这光果之中安葬的人你可认识 自从来到丈夫的墓地之后 那张氏就吓得冷汗直流 见县太爷要执意打开棺材 张氏更是被吓得瘫软在地 听到县太爷问话 张氏连忙有气无力地回道 认识 此墓中埋葬的就是奴家的前夫白成远 白成远死于何时 三月前 听张氏这样回答 县太爷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随即沉生问道 我来问你 既然白成远已死三月 为何他的尸身不见丝毫腐烂 这 这 听县太爷这样发问 张氏顿时哑口无言 武作何在 速速前去验尸 很快 武作就将尸体验完了 得出的结论 确令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尸体既无中毒迹象 也没有丝毫伤痕 仅脸色微成黄白颜色而已 听了这个消息 县太爷的心猛得一沉 难道这纯粹就是个误会吗 就在这时 武作又开口了 大人 小的在尸体的鼻腔指甲中 找到了一些白色粉末 闻起来像是石灰 石灰 张氏 我来问你 你丈夫因何而死 为什么他的尸体中会有石灰 县太爷历声问道 此时 那张氏早已被吓得屁滚尿流 尚未等县太爷用刑 他便竹筒到豆子一般将事情的来龙去卖 交代了个一清二楚 正如县太爷所料到的那样 这白成远确实死得冤 他是被张氏和徐希平两人合伙害死的 原来 白成远将张氏取进家门后 两口子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 白成远一介书生除了读书十字以外 并无其他长处 家产耗尽之后 这两人的生活便越发窘迫起来 徐希平乃是白成远的一个朋友 他家中富足 常常借钱给白成远 张氏生性贪婪 又是个水性洋花之人 见白成远没钱满足他的胃口 便暗地里和徐希平有了往来 为了怕白成远发掘两人的奸情 两人便想出了将白成远除掉的毒计 三个月前的一天 徐希平又来到了白成远家 将白成远灌醉之后 两人便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而他们所用的就是骇人听闻的 石灰眼焰死法 据古书记载 这种手法十分残忍 即先一缸捅住冷水 放入生石灰搅拌 生石灰冒泡时 把人绑住将头按入石灰水中 此手法名为油壶 被害者投进入石灰水 片刻就被呛死 被害人死后 再把尸体拉起来用清水冲洗 则尸体毫无半点损伤 仅仅在脸部危险黄白颜色 与病死一模一样 因为进了石灰水 故尸身久而不服 案件真相大白后 张氏和徐熙平被判斩首之行 胡大牛则因为帮献太爷破了案件 得到了奖赏 而揭发案件的关键也就是那只白猫 其实就是白成远生前所收留的一只流浪猫 那天 白猫目睹了徐熙平两人谋害白成远的全过程 见主人有难 白猫固步地自身安危 就冲着徐熙平扑了过去 却被徐熙平一棍子打倒在地 等他醒来时 白成远早已被害 白成远被埋葬后 白猫就一直守在他的坟墓里 直到胡大牛的出现 事情了结了之后 那只白猫便跟着胡大牛回到了家中 胡大牛见他极有灵性 便将他收留了下来 三个月后的一天 胡大牛正在家中闲坐 这时 同村的媒婆刘婶找上了门来 对于刘婶的到来 大牛很是意外 未等他开口 那刘婶却先说话了 大牛 婶子有件喜事要告诉你 喜事 什么喜事 大牛 婶子见你老大不小了 就想给你介绍个媳妇 怎么样 这算不算喜事 一听是这 大牛顿时喜出望外 连忙招呼着刘婶进了屋子里 大牛 我给你说的这个女子姓王 就住在隔壁村 人挺不错 就是 就是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呀命太硬 连着嫁了两次 还没过门丈夫 就被她客死了 因此落了个客夫的名声 婶子知道你年纪大了 就想把她介绍给你 你看 一听女子是个客夫的命 大牛当即就不高兴了 婶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是嫌我命长吗 我不同意 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就在大牛刚说完话 还在那里生着闷气的时候 原本在一旁安安静静的白猫 突然间一跃而起 冲着大牛扑了过来 见白猫这般 大牛瞬间大怒 扬起手来就将白猫打倒在地 好你个白猫 我好心收留下你 没想你竟然我 看我不打死你 可那白猫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见大牛要打她 她却连躲也不躲 就一个劲地冲着大牛 喵呜喵呜地叫 刘沈见大牛发了火 也就不敢再提寡妇的事情了 只好告辞离开 可就在她刚迈出脚的那一刻 白猫突然咬住了她的裤脚 拽着她不让离开 看到白猫如此怪异地举动 大牛和刘沈都愣住了 通过白成远的那件事情 大牛已经知道了白猫极具灵性 见白猫又如此这般 大牛连忙俯下身子 对白猫说道 朋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让我同意这门婚事吗 令大牛大感意外的是 白猫竟然冲着她点了点头 看到这 大牛顿时愣住 这时 刘沈说道 大牛 你听我把话说完 这女子呀 名叫秀云 秀云 她是不是父母早亡 跟着叔叔婶婶一起生活 是不是还有个弟弟 就是她 大牛 怎么 你认识她吗 大牛连忙将那天夜里 遇到秀云的事情 告诉了刘沈 大牛 这秀云呢 也是个苦命人 从小就死了爹娘 是叔叔婶婶将她养大成人 她弟弟呢 前不久也死了 弟弟死后 叔叔就想把她早点打发着嫁出去 也好挣点彩礼 秀云第一次嫁的人 是个财助家的儿子 她那儿子得了重病 就想娶个媳妇来冲冲洗 秀云叔叔贪图彩礼 就将她嫁了过去 谁知道 轿子刚抬到门口 她那丈夫就死了 财助家见儿子死了 便把秀云送了回来 还要回了彩礼 叹了一口气 刘沈继续说道 书婶原本想着能得到一笔彩礼 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 就把气洒到了秀云身上 成天折磨她 就在不久前 秀云再次嫁人了 可这回更惨 成亲的前一天 丈夫就落水而亡了 这一来 秀云便背上了客夫的名声 我昨天见到她的时候呀 她就被叔叔关在猪圈里 那样子真是太惨了 说着说着 刘沈还掉下了几滴眼泪 听了刘沈的话 大牛心软了 过了片刻之后 她便对刘沈说道 刘沈 这样吧 你回去告诉秀云的叔叔婶婶 就说我要娶秀云进门 她刚说完 那只白猫就像是听懂了她的话似的 一边喵吾喵吾叫着 一边在地上打滚撒起欢来 半个月后 大牛将秀云娶进了家中 令人意外的是 将秀云娶进家门后 大牛并没有被她客死 相反 他们家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后来 两口子儿女双全 诸事顺心 一大家子过起了令人羡慕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